世界上有些被禁止打开的锁门 有时候是为了保护门不让里面的东西伤害 有时候只是保护里面的东西不被人们伤害 但是一个被锁上的门不管是什么原因 顾名C就是不让任何人进入和接触 今天我们要来看五个禁止被打开的神秘门锁 印度有一间最神圣和最受欢迎的寺庙之一 全年都有许多人来朝圣和餐馆 然而对于最所有寺庙的游客 有一个房间没有人可以进入 人们认为这是一个隐藏许多宝藏和秘密的房间 而这个谣言似乎是真的 在2011年印度最高法院开始探索寺庙 并记录他们的财物 发现寺庙总共有六个秘密金库 金库没有门锁可以打开内部 他们发现了五个金库中含有价值220亿美元的珠宝 雕像和硬币 但是只剩金库B一直处于密封的状态 没有人能打开它 也没有人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导致民间开始流传关于金库B的传说 人们说任何打开金库B或是尝试打开它的人 会带给当地的人祸害 曾经一名委员会成员试图调查金库B的内捕时 母亲过世 其他人认为里面事实上可能藏着秘密隧道 埃及的失神员面内有个记录权项大厅 一个充满隐藏信息的古老图书馆 据说里面包含了大量的文件 卷轴和遗事的咨询 甚至包括消失的亚特兰斯提地点资料 如果你对这些东西很有兴趣 推动这个理论的人认为 埃及政府阻止任何人对记录权项大厅调查 一些调查指出认为在雕上前爪下 二十五英尺 有一个大型长方形的房间 但也有另外一些反对者 声称这些理论为伪考古学 不过还是有许多相信的人认为 失神员面下方有个秘密被锁起来的房间 第三,中国皇帝的坟墓 中国中部的一座小山下 有第一个皇帝的岭墓 他在公元前210年去世 长千多年过后他还是一直保持着安静 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扰 几个世纪以来由于他的位置是一个严密保密的秘密 也许世人处于尊重所以都没有人去过那里 但是一些考古学家说 这是因为没有人有技术去那里挖掘 也因为坟墓被地下护城河有毒的拱包围着 第二,纽约无人岛 位于纽约兰布兰克斯海岸外的东河上有一个无人岛 在1855年曾经是一所医院建立的地方 以便治疗极度传染性的疾病的病人 像是肺结核黄二病、天花和斑整伤寒 在世界第二大战期间 这个医院被用来安置退伍军人 最后政府将毒品称的人放在里面 最终关闭医院 也将整个岛屿关闭起来 纽约现在禁止任何人拜访 当然也引发了许多关于医院的传说 有人说医院里面留着那死陷生病人的灵魂 另外有人说政府其实在里面做着秘密项目 只是医院的大门还索着 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真正的答案 第一,医世神功 位于日本的神道圣地 医世神社被许多信徒认为是神圣的 只有皇室成员才能进入 其他不允许看到神圣的内部 所以关于神圣内部或是那里发生的事情 没有人清楚 我们只知道它代表了神道教信仰 死亡和自然更新的重要地方 因此每隔20年这个神社就会被烧掉 目前的神社是在2013年重新建设的 这代表我们能够在2033年见证一个新的神社 如果你现在去拜访的话 你只能看着眼前被锁住的大门 并好奇着门后藏着什么秘密 你们有听说过这些不能被打开的门锁吗 欢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可以帮我按喜欢分享 想看更多影片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